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走八方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皮斯堡的冬季美景 千树,万树,银花开 金树,银树,亮晶晶啊 哇,树太漂亮了 午后呢,出来烧品 结果看到外面的景色实在是太美了 不免停下车来,好好的看一看 享受一下,也分享给大家 不免感慨 真是千树万树,银花开 看到雪卦已是喜上眉梢 看到冰卦更是惊喜万分 看到冰卦追捧着雪卦 遍地像是梦想成真的发财树 阳光下,有的闪着银灿灿的光 有的则像五彩缤纷的宝石 有的犹如一朵朵的彩虹花瓣 让人如醉如痴 如仙如梦 让人营绕在这现实版的冰雪奇缘之中 前几天呢,匹斯堡突然迎来了一场冬季的大暴雪 而真正落下来的却是 绵绵不断的冰雨 慢慢地它们就挂在树枝上 形成了冰卦 而再过了两天呢 冰卦还没有化去 慢慢地雪花开始散落下来 那种雪花呢 是慢慢地飘飘洒洒地飘落在大地上 漂浮在空气中 给人一种平静 安心 平和的感觉 而这些都过去了 迎来了一天阳光的灿烂 雪慢慢地落下来 于是树枝上留下了底层的冰卦和表层的雪卦 真是难得一见的冬季美景 现在呢 还是大年初九 还是我们虎年 刚刚到来 过年之际 在分享给大家冬季美景之时 同时呢 也祝愿大家 虎年吉祥 万事顺遂 身体健康 合家 幸福 恭喜 发财 既说呢 今年的虎年 当然属虎的是虎虎 生微 财源 不断 那还有一个属相呢 就是属龙的 也是财源滚滚来 做啥 啥成 还有一个要提的 在今年的虎年 在今年的虎年 最能发财的一个属相 就是属兔的 恭喜你们 希望你们稳健的投资 有满满的收获 看着最大自然给的满地的发财树 真是荧光闪闪 亮亮晶晶 晶不自尽 也不禁想起了昨日雪中的探访 美丽的初冬雪挂 照亮了昨夜 仰望的星空 点起了 今晨 期待的梦想 像老同学们 回忆的那样 今日 依旧是 一夕 红衣 傲立 雪中 心 随雪飘 美丽 动人 一路宝尝 白雪 点化的纯净 心旷 神意 昨日 纯白的雪挂 四在眼前 今日 晶莹的冰挂 惹人怜爱 浓浓的白雾 飞流 回转 周末的闲情 双染 长靴 仰望太阳的时候呢 这些冰挂 也像磐丝洞里的 磐丝一样 而它们 真是透明的 在阳光下 地落下来的水珠 也像圣水一般 很高兴地 迎接着它们 有些地方 则是花团 紧簇 当你在 银庄素果的 白色世界里 待久了 也许 在你的眼里 完全是一个 洁白的世界 你几乎 忘掉了 这世上 还有颜色 而这时候呢 就给你一点 颜色 看一看 看起来呢 在我之前 这里还有 行人的脚印 当镜头 不稳的时候 不要怪啊 这是因为 地上 实在是高高低低 你完全看不出来 底下是坑 还是路 太好看了 这是 完全没有语言 来描述 这时候 自然的美 和你心里美的 融合 只能是一次次的感叹 大自然 真是鬼斧 神功 这里呢 也让我想起了 棉花开放的季节 而这里呢 雪花紧簇 而冰晶 所构成的树枝 紧紧地 把它们环绕在一起 露在自己的怀抱里 阳光下 亮晶晶的冰瓜 衬托着白色的花朵 冰瓜 脱爆的雪瓜 不稀 不密地排列着 长短相宜 错落 有致 白生生 水淋淋 像盛开的冰花 一字排开 煞是好看 让人生出一种 爱脸 这个时候 我是带着无比 天静的心情 迟迟地 欣赏着 冰卦 和他难得一见的好友 雪卦 他们是那么圣洁 那么浑然天成 总使人感叹 造无主的神来之底 在荧庄 素果的世界里 冰瓜 和雪卦 就是一道 耀眼的风景 使自然的杰作 是可触 可摸的仙境 在清风的摇曳下 它们显得更加的恶魔 多姿 好似又回到了 同气的时代 想跟它们也开一开玩笑 想跟它们也捉一捉 迷藏 也想听一听 它们碰撞在一起的声音 就连它们兄弟姐妹 稍微拥抱一下 碰撞一下的声音 都是那么的清脆 可忍 在我的不断的摇曳下 你看看雪卦和冰卦 这一对好友 它们还是紧紧相连 利不可分 最终 我还是高兴地 摆一下镇来 当你觉得 在这银庄素果里 时间已经静止了的时候 而又一个更具有生命的世界 也会闯入你的眼中 也有如月晚绚丽的烟花 在阳光下绽放 这雪松上的冰卦和雪卦 就更不必说 清风吹过 还有洒落下来的雪花 给它装扮 让它们的烟花 然后再继续 在这儿 再继续 再继续 而我则贪婪地在这里 享受着雨露阳光 仰望着高处炫目的银色的树木 都说最美的和最有价值的东西 都是无价之宝 也是不需要花钱买到的 因为花钱根本也买不到 而这一日的烧品 真是让我们满足了满眼满心的美丽 最后还可以上一节物理课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主播 希望你的心灵也跟我一样 像这些鸟儿们一样 自由地放飞 谢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您订阅 点赞 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